人生中的第一個快風看台要出現了 平常最愛的快風的 終極跑山 那為什麼有機會來接這個計劃 我覺得他們講得對 要在安全的條件之下來挑戰 那我覺得這個節目是目前 我覺得是最專業完整的 我覺得阿傑吧 他真的好厲害 他是所有拖行程時間的元凶 為什麼 因為他會看到每一個 山裡面的動物跟植物 他就開始開課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那個 幾個小時的登頂 應該有一半的時間就在上課 那是最讓你印象深刻的事 當然就是在山頂上 然後看著美景幫Body洗頭 那為什麼要來嗎 會啊 我就是為了要來跟製作人 應徵第五位主持人的 我演戲演了一二十年 就是為了這個節目 我其實演戲就是打工的 我其實最主要是希望透過演戲 讓他們看到我有主持的長才 下次挑戰去哪 下次挑戰 我想要給大家 我聽他們講好像很刺激 大家好 我是莊凱勳 10月5號起 每週四晚 兼10點3立度會台30頻道 來看上山下海 過一夜之 擊倒台灣